刚好我的小孩就是有11岁跟6岁 就刚好在6到12的这个监聚嘛 到底现在这个监聚的孩子 我要不要给他们打 要打什么 我绝对不会给打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大家平安 我是黄冲林医师 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 我们黄冲林医师健康讲堂 邀请刘子俊牧师 一起来跟我们针对疫苗做Q&A 那今年又一年过去了 刘牧师又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想要请教 想要自己讲自己请教 就是很多问题想要跟我一起讨论 所以我们立刻再邀请他上我们的节目 来 刘牧师好 哈啰 大家 非常高兴 因为我已经累积非常多题目 要来问黄医师了 今天是你本人来吗 还是你弟弟 因为这个跟上次看到不是同一个人 我觉得制度单位一定又把我们 去年的影片剪上来 你这一年血瘦太多了吧 不是因为疫情待在家里啊 然后就 人家疫情待在家里都是变大只 只有你变瘦 你知道我们牧师的职业伤害 就是要一直要去团契啊 跟会有爱验啊 这个问题吗 爱验是少了比较少 而且我发现 是不是因为瘦下来 所以免疫力也比较好 这个倒是很切题 从去年我就很常常跟大家讲说 新冠病毒如果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不要重症 唯一能控制的就是体重 还有血糖啊血压 这些慢性病控制 那你的这个抵抗力就比较好 是真的 你疫苗也打了 然后也瘦了 你真的准备好了 你知道帅起来放吗 真的这个一定要 帅起来等着上你的节目 你今天又带了一堆问题 对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问医师了 可以啊 你每年都带一堆问题 医师你知道我刚好我的小孩就是有16岁 11岁跟6岁 那现在的孩童的疫苗 就是这个range的问题嘛 那所以我先问姐姐的 16岁的 这一段的学生他们是打BNT 所以学校去年底就安排我们 打了两剂的BNT 这一段的年轻人 要不要再补第三剂 那要补什么 就是补那个鸡汤 还有涨高粉 什么的 因为这个问题问的好超前喔 为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连国外都还在讨论 真的喔 因为其实国外也有在讨论说 是不是要给青少年补第三剂 是 而且目前一些临床的研究 也才刚发表 真的喔 对对对对 所以我目前没有办法给你非常明确的答案 只能告诉你 以我的想法 应该是两剂很够的 OK 可以不用再补吗 但也许未来有更新的研究说 其实也许隔一年或隔一年半 要再补第三剂 也说不定 那到时候再来讨论 不过我今天迟迟会给你答案是 姐姐可以不用那么担心 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讲 其实两剂现在是够了 应该是够了 当然我们可能会针对一些 抵抗力比较差的族群 比如他本来就有一些免疫不全的问题 或者还有一些 因为青少年也是有慢性病的 那这些族群也许 他们真的需要第三剂 OK OK 那你的女儿可能是 我认为是不需要 太好了 接下来就是我想 现在全国有孩子的家长 最想问的 我的十一岁跟六岁 就刚好在六到十二的这个间距 那现在不是莫德纳 BNT你慢慢进来 到底现在这个间距的孩子 我要不要给他们打 因为六岁跟十一岁又不太一样 要不要给他们打 要打什么 对 你这个问题有跟师母讨论过吗 有 我没有讨论 所有讨论的结果都是看网路的所有的东西 那你们没有一个结论吗 我这样东看西看 当然我不知道我看的对不对 我东看西看 我觉得倾向打 然后倾向打BNT 你倾向等一下 因为BNT目前还没进来 对对对 你觉得呢 那你老婆呢 我老婆听我的 真的吗 I love you 我在门诊真的就这样说 我绝对不会给大家 因为六到十一岁这段时间 我觉得是家里有共识 甚至连小孩有共识更好 打一定比较好 可是如果今天小朋友打了疫苗 爸爸妈妈自己反而睡不着 或是打了疫苗 小朋友不舒服 爸爸妈妈很难过 然后在旁边想说 早上不要打 夫妻吵架 说老实话 这个疫苗的安全性是够 但是这个疾病本身 对于这个年龄层 它的重症率也没那么高 它甚至死亡率更低 所以我通常在门诊 就是像刚刚这样对 家里打疫苗谁做主 那那个人的意见是什么 那如果说今天全家人讨论 大概是倾向要打不然打 那如果说大家倾向是 你刚刚这个答案 我大概就会说 好啊 那就这样 但是你不要到处去宣传说 黄松霓是说要等啊 等D&D 我已经偷偷跟你爆料 他是这样私下跟我讲 我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黄医师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年龄层要打不打 其实都没有 都都 你没有意见 反正就是看家长 他心里过去就打 其实也是 顺着你心中顺你的感动就对 下一个问题就是 看到有一些网友 或者是别的频道的YouTuber 他们也在宣传 不打疫苗的这个论点 黄医师怎么看这个事情 你看就像我刚才在描述这个过 就是我们在讨论6到11岁的这个接种疫苗 我没有刻意要说服你 对 对不对 如果今天是60岁以上 70岁以上长辈 我会拼老面 费劲口舌 我在那边跪下来 我会求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一定要打疫苗 因为这个太明显的力大有弊了 这个如果我今天不跪下来求你打疫苗 我实在不觉得我可以当医生 这个是我的这个医学问题 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随着年龄越来越小 大概到儿童这个阶段 我就开始比较是大家讨论 好 我要讲的是这件事 是 有些疫苗的讨论 它是只有一个答案的 就是打一定比不打好 那如果今天有些人认为 不打比打还要好 他的意念已经强烈到 他要到处去宣传 到处去劝别人不要打 我会有点好奇你这么强的信念 到底哪里来的 就是你看了什么样的研究 或者是某个权威告诉他的 在医疗上面这种个人经历是不算数的 我的朋友怎样 我的小孩怎样 或我认识一个人怎么样 在医学上面那就是个案 我们看的是大数据 医学上面我们也不承认这个权威 所以我也不喜欢人家去说 黄冲的意思说什么 其实我讲什么是因为 基于我所了解的研究的内容 看的文献 但是其实你不要崇拜 这一个一个权威人士 你还是可以针对你的状况 去多做的思考讨论 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我们来讨论这个不打疫苗的这个族群 我在门诊常常会碰到不止习惯的疫苗 很多其他的疫苗 他也可能会害怕会担心 之前爱家好医生 我们就有访问过一个家族 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做功课 他们很害怕打疫苗 他们认真做功课 他跟我讨论 那我觉得他们讨论的内容 我可以接受 因为你们太爱你的孩子 爱到你可能没有办法接受那万万万万万万分之一的风险 我对于你爱孩子这个心 我可以感同身受 那我今天可能会给你另外一个选择 比如说他们的孩子都不打流感疫苗 我说可以 那么要不要我给你一个选项 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保姆全部都打流感疫苗 这样你爱孩子的心也可以得到保护 那你的孩子得到流感机率也会相对降低 那你如果能接受就这样做吧 那么但是我最后通常会叮你一句 就是我今天告诉你这个解方 你不要到处去宣传 因为你要知道你的孩子之所以能够得到保护 是因为其他的人都打了疫苗 所以他可以减少得到流感的风险 或减少得到病情感染的风险 可以减少很多疾病的风险 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 这样做的话 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对对对 我是用这样的方式苦劝这些家长说 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 我希望你爱孩子的心 能够在这个事情上有个解答 有个放心 但是我是不赞成这样的做法 那这是我通常对于 真的很担心不想打疫苗的人 会有的沟通的方式 我觉得黄医师今天讲这样的说法 是我现在在网路上听到最平衡 而且最好的说法就是 你打不打疫苗绝对不是 每一个人你说完了就算了 因为他还要分年龄层 分年龄段来看 如果长辈的话 我们真的是要鼓励他去打 如果越年轻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讨论空间 我想今天这个节目也是这样 就是我提出来都是 我家的问题跟我家的年龄段 还有接下来我也要问的就是 我自己个人的 所以也不代表所有其他人 我自己 所以我现在打的针是 AZ 第三剂补莫德纳 我的莫德纳是今年一月吧 好像我记得一月补的 好 这个疫苗能够持续多少的保护力 有没有可能需要打第四剂 全世界现在各个地方 对于打第四剂的策略 不同国家都不一样 有些国家就只针对60岁以上 有些国家是70岁以上 有些国家65岁以上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目前也没有太明确的订论 但是你从这些政策的订定 大概可以知道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 我们打完三剂之后 抗体还是会掉 所以也许六个月后的抗体 也掉到你可能会再得了 就是一定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现在都说 打疫苗不是预防你不得 我们预防的是你重症跟死亡 第二个就是同样年纪越大的 我们越担心它这个突破性的感染之后 它会又有一小部分的掉到重症去 总而言之 打三剂一定比不打好 打四剂一定比打三剂好 但是我们到底要保护到什么程度 这个到最后就是看更长远的数字来告诉我们 我只能此时此刻告诉你 至少今年我相信你应该可以不用再补 基于你的年龄 基于你的体重 基于 很重要 再讲一次 基于你这个健康的状态 我觉得你应该 因为就算得了你重症的几率也非常低 我认为是不需要补 OK OK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网路上包括政府都好像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 没有想要清零了 而且要跟病毒共存 跟病毒共存的意思呢 是你得过了 还会不会再得的几率是高还低 这是我的问题 答案是还会再得 真的假的 所以这十年内所有的人都会至少得过一遍 因为得过的人他抗体也会掉 所以他还会再得第二次 那第二次重症也是很低 也是死亡率很低 所以他还会传染给你 对你来讲是第一次得 那个人是第二次得 然后你得了以后你抗体掉了 可能一年后你会再得 然后你再传染给别人 是这样子的 那境外病毒之所以也会造成 现在这些大家比较谨慎 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得的时间太慢了 对 一般的这种感冒的观众病毒 在小孩可能一岁啊三岁之前就一得了 那么他的免疫系统在经过这些病毒的刺激之后 他的成熟会很快 OK 而我们太慢得了 30岁40岁50岁才得第一次 对 那免疫系统有点 就是有点慌了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怎么会我这20年30年事情都没见过 没遇过的 大概是这样 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得过了 那再得第二次再得第三次 而且你还没有前面还有疫苗 给你好几次的教学 对 直到后来你的身体对这个病毒就是 游刃有余 没问题 这这么多次经验 我很快就可以把它干掉 就像小感冒一样 所以群体免疫是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不要想说好像就是一群人得 我们应该心里有准备都会得着这个概念 对 只是不要一下子这么多人跟长辈得这样子 对 所以群体免疫的概念适用于我们现在这第一波 这个可以适用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有30%的人 已经在这一波疫情当中得到新冠病毒 他不是身体有抗体吗 对 另外又有大概30%的人 他的打完疫苗抗体还很高 可能还他抵抗力也特别好 所以他可能轻症无症状 没被你发现 或是根本没有得到病毒 这样大概就有60%的人身上都有抗体 这病毒就有点不知道传到哪里去 所以那个疫情就会高峰 然后渐渐开始往下降 这是群体免疫的概念 但是我刚刚讲了 这些抗体都是会掉的 得过的人过了半年他抗体会掉 打疫苗的人他抗体也撑不了那么久 他也就掉 所以我今天也是可以大胆的预测 一定会有下一波 下一波就是大家抗体慢慢掉的时候 所以可能就在今年的冬天 可能那第二波就会掉 假如照你的说法 我是不是快点得到会比较 就是快点确诊 就是一般人讲早死早超生的感觉 就赶快有这个免疫力 是比较好吗 黄医师你会觉得这样吗 我真想 真假的 我那时候刚打完 这就是很令人震惊了 我打完疫苗 就第三季打完之后一个月 我就演讲的时候我就说 所以像我已经打完疫苗一个月 我知道抗体现在最高 真希望这个时候冲进隔离病房 对我的病人又轻又抱 真假的啦 底下的观众人好好喔 他们都说 我要不要做这种傻事 不要 他们还没有预备好 只有我预备好了 他们还没有 还有你的家人 你要想想你的家人 这不就是圣经耶稣说 他要这个之后就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他门徒说不要 别闪开这样子 但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那个时候 错失了啦 因为我现在抗体开始掉了 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我那种接触 我可能就真的完全没有症状 你这个回答让我很惊讶耶 所以你是觉得说如果早一点 趁趁免疫力好的时候 是不是 但是我的工作变成要跟你 就是给人家做 然后我的老婆 我的小孩 整个做情都会很乱 因为为了要区隔干嘛干嘛 我是觉得这造成身边的人困扰 对对对对 我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前一阵子喔 真实的就是我接触到一个确诊的人 而且他的CT值很低 所以表示传染力比较高嘛 你现在是要害我吗 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吗 不是很久了 我在讲 反正就是我那时候 我接触了这样子一个人 然后我就赶快自主隔离了嘛 对对对对 居家对对对 反正我这一系列都做完了 戳笔就戳笔 戳完了 然后我就全部都没事嘛 对不对 就出来了 然后我出来以后 我就一直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在我的心里面 就是 我跟CT值这么低的人 一起在一起 这么近距离接触 为什么 我没事 是因为我打疫苗 有抵 觉得那个疫苗产生保护力 还是因为我自体的抵抗力 所以这个问题是关乎 到底我要怎么看我的家人 如果比如说是营养的问题 我们就多补充 那如果是疫苗 那就大家顺其自然 到底我为什么跟这样的人接触 我可以出来还没事 你们那天是有戴口罩吗 没有啊 那你们那天是 很近距离讲话 近距离讲话 就像我们这么靠近 有像你以前那样 有有有 就我们就是斜谈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然后聊天 对 那他是多久之后CT值15 他隔天验嘛 隔天回去验嘛 隔天就15这样子 跟你聊天那天没症状 没症状 完全没症状 然后在命令空间里 命令空间 因为我很纳闷耶 因为我就想说 到底是疫苗保护力呢 还是因为营养的免疫力呢 也有可能是疫苗 OK 那时候 因为你说一月打 对对对 可能很靠近的呗 是不是 很靠近嘛 那抗体症高 对 还进不了你的呼吸道 就被你的抗体解密了 所以是有可能是疫苗防到的 如果在你打完疫苗 那两个月 其实两三个月 所以可是有 他们都说 疫苗不是不会染疫 只是防重症 所以我听起来这个逻辑就是 好像疫苗没办法挡住 它只能 就是让它不要压起来 对对 但不是零啦 就是像如果以儿童来讲的话 打了这个疫苗跟Omicron 可以保护感染的比例 大概不到20% 但还是有五分之一的人啊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也不是说完全没办法防疾病 只是它防疾病的能力 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 OK 但你得到了之后 防重症的比例是很好的 对 那对你的状况 你可能就是那少少的 五分之一的人 对五分之一的人 真的防到了 真的防到了 这是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太神奇的一个经历了 你就不相信是圣灵的力量吗 我相信 我相信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没有出考题给 那个刘牧师了 上过我一马 对对对对对 去年把你考得 很支支脚的这样子 不要这样闹你啦 其实这个 不教而杀为之虐 回去以后 把我这个 健康讲堂里面的影片 都看一看 全部 到底有几个影片 不多啊 210而已 好 8K碗 8K碗 假如我确诊了 我10天可以看碗 好 今天非常谢谢紫君牧师 我们记得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黄春仪式健康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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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